这边,随着两女心中的惊讶稍稍缓和了一些后,也是重新开始修炼。 楚清和倒是再一次恢复到了之前懒散的样子,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着院中两女的身段和美色。 甚至于可能因为之前那一会儿的运动,在坐着的时候,楚清和像是累到了一样,半个身子都是依在桌上的,就差将咸鱼两个字贴在脑门上了。 就这样,再过了一炷香左右的时间后,随着距离昨日楚清和迁道已经间隔了12个时辰后,楚清和才像是有了一点精神。 随后心中快速默念一声,系统,我要迁道。 随后,在楚清和的等待之中,系统的提示信息也是接连浮现。 叮,恭喜宿主成功迁道。 叮,恭喜宿主获取到黄金百两。 叮,恭喜宿主获取到玄阶上品轻功五剂回丰浮柳。 叮,恭喜宿主获取到药物,百年人参星号一。 叮,恭喜宿主获取到药酒,胭脂酿星号一。 叮,恭喜宿主获取到药物,毒灵质星号一。 奖励已自动存入系统背包,请宿主自行查看和提取。 看着面前这接连冒出来的系统提示信息,楚清和转而进入到系统背包之中查看了一下。 片刻之后,楚清和却是撇了撇嘴。 相比起昨日第一次签到,今日这日签,奖励的东西价值却是要低了太多。 不说黄金的数量大大的缩水,之中竟然还混着一些花钱就能在市面上买到的药物。 在这一次签到的奖励之中,价值最高的,反而是那玄阶上品的轻功五剂和叫做胭脂酿的药酒。 按照系统的解释,这酒不但口感上佳,醇厚绵柔,之中的药性更是能够有着提升功力的效果。 想罢,楚清和心念一动,选择了提取轻功五剂回风浮柳。 十几息后,在系统的帮助下,楚清和对回风浮柳这一门舞学也同样达到了反扑归真。 稍稍思索了一下后,楚清和内力忽然从丹田之中流出。 下一秒,却见原本坐于石桌之上的楚清和,身体宛若清风之下的柳条一样,虽然飘至身后的屋顶之上。 动作间,整个人都是带着一种轻弱无物的飘然感。 而在出现在屋顶上后,楚清和也是眼睛一亮。 楚清和此前虽然说已经是有了二流初七的修为,但轻功身法这东西却完全没有接触过。 别说,在使用这轻功身法挪动的时候,这种轻飘飘随便一跳几丈高的感觉,使得尝试了楚清和心中疑了一声。 随后,刚刚踩上了房顶的楚清和,又是运转内力,从屋顶上飘了下来。 双脚落地后,感觉那种身体仿佛没有重量的感觉,楚清和眼睛一亮。 呀呵!有点意思啊! 随后,楚清和就如同发现了什么新奇的玩具一样,整个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这院子里面到处地挪闪。 一会儿上房,一会儿飘到那山茶花树上,竟是玩得不亦乐呼了起来。 隐得东方不败和曲飞烟都是不禁奇怪地看着此时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过去飘过来的楚清和。 少许时间后,曲飞烟一脸茫然地看着身旁的东方不败道, 那个,她现在是在炫耀自己轻功很厉害吗? 面对曲飞烟所问,东方不败满脸不确定道,或许吧。 毕竟楚清和此刻透露的轻功造诣的确不简单。 以东方不败的眼光看来,楚清和这一门轻功武学的品级虽然不高, 但一看便已经是将这一门轻功武学修炼到了顶级。 只是,当是陷落在楚清和身上,看着楚清和脸上荡漾的笑容时, 东方不败脸上的疑惑更甚。 片刻后,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在一抹恍然从东方不败的心底浮现时, 东方不败看向楚清和的视线也是渐渐从最初的疑惑转变成看待地主家傻儿子的感觉。 就这样,一直到身体里面的内力都是完全被楚清和给消耗干净后, 楚清和才是从心安分地回到石凳上。 回想着之前使用轻功时那种无视重力的奇妙感觉, 楚清和竟然是有着从内到外都轻飘飘的感觉。 脸带着脸上的笑容都是经久不消。 对于男人而言,有些快乐是可以从小持续到大的。 不然的话,也不会有男人致死都是少年这句话了。 日中,随着东方不败和曲飞烟从厨房之中走出时, 第一眼便看见了此时正在点香的楚清和。 看着香炉之中的那一根紫玉曼陀罗香, 不管是东方不败还是曲飞烟皆是双眼一亮, 毫不犹豫地向着楚清和这边走来。 等到一根香才刚刚点燃, 两女便已经是一左一右地躺好了。 尤其是曲飞烟, 目光看着楚清和时, 眼中的意思提取出来分明是搞快点。 楚清和 对此,楚清和翻了个白眼后, 也是躺在了椅子上。 但随着双脚离地了, 脑子也是不再站立高地了。 在这呼吸之间, 通过这紫玉曼陀罗香精心凝神的效果, 再加上此时这五间和煦的阳光。 三人身体之中的懒虫仿佛是也是相继地苏醒, 然后占据了三人的身体。 煞时间, 不管是楚清和还是东方不败以及曲飞烟, 神情都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慵懒了起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浑身上下的力气被抽得一干二净似的。 即便是此时空中有着山茶花的花瓣落于三人的脸上, 楚清和三人都懒得去管。 眼睛轻闭间, 脑袋快速地放空。 之前原本脑中那千丝万缕的思绪也是在这懒衣涌动下, 开始快速地消退。 时而有着清风拂过, 带起院中的山茶花的枝叶清白, 发出沙沙的声音。 偶尔也有隐隐约约的人声从外面传进来。 可在这和煦的阳光下, 进入到这院中的声音, 都仿佛是有了一些催眠的成分。 哪怕是东方不败对于这些声音, 都没有半点排斥的感觉。 云淡风清静五天, 磅花随相好偷闲。 感受着此时身体中那苏麻却无力的感觉, 东方不败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宁静。 日月神教, 江湖, 天下, 仇敌。 一个个原本无时无刻不徘徊在东方不败思绪之中的东西, 在这一刻都是消退得干干净净。 仿佛被这阳光和清风全部给抚平擦拭掉了一样。 强撑着身上的懒劲, 强行让眼睛眯开一条缝。 再瞄了一眼, 旁边此时躺得正安详的楚清和后, 东方不败才是放任自己的眼皮子重新落下。 嘴角微挑尖, 一个念头也是随之在脑中浮现。 这样的日子倒是不错。 很多时候, 一个人想要学好某样东西, 可能会花费几个月, 几年甚至穷极一生。 但学懒, 需要的, 可能只是一个楚清和。 不是说东方不败, 不想拒绝。 而是这样的生活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